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0月3日 明尼苏达连努力达成愿望 周日早上,美直连继续打响 明尼苏达连将做客挑战FC达拉斯 FC达拉斯近况不佳 他们已经接近一个月在联赛没有取得一场胜利 此番面对实力比几对强劲的明尼苏达连 FC达拉斯主场沦陷在即 经济常规赛来到尾段 FC达拉斯的表现位如理想 28轮踢完 路德6胜9和13负 继27分排在西岸倒数 FC达拉斯经济防守存在较多漏洞 军场是1.68球是西岸防守最差的球队 他们已经连续10轮联赛有失球 恩布基斯和阿尔赫里斯等一众首将难辞其咎 更为不利的是 FC达拉斯近况不佳 近10轮联赛仅得一胜 其余9场3和6负 目前更是处于6轮联赛不胜的泥沼中 由此可见 即使主场出击 FC达拉斯亦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中场半人纳格斯达金账平赛受罚 后卫约翰尼尔逊因伤缺席 明尼苏达连目前的排名不足以让他们稳稳的进入季后赛 他们需要抢的更多的分数去保持前期的位置 上轮不敌对手结束良好的连胜势头 球队心有不甘 此番迎战实力不如己队的FC达拉斯 明尼苏达连是要拿对手泄愤 由此可见 明尼苏达连金账战役甚浓 更为重要的是 明尼苏达连最近四次联赛对阵 FC达拉斯占据绝对优势 录得三胜一合的佳绩 其中鲁宾洛特在球队最近一次战胜对手的比赛中一鉴定江山 此子金账作为队内的讨好的分手 势必会成为对手重点的看防对象之一 相信在他的牵制下 队内其他攻击手可以得到更多的射门机会 从而增加明尼苏达连此行带走三分的几率 阵容方面 中场击古斯和J麦马士达等人因伤无法披甲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